我們現在示範彈力繩的更換方法 首先先把我們的單扶手或雙扶手 兩邊的螺絲先卸下 接下來我們把彈跳床翻面 如果不卸下這個腳的話 它其實也是可以稍微的對折 對折以後它的彈力繩就會稍微鬆 比較鬆的情況下就會很好更換 我們要踩住這個管子 然後另外一隻手握住 然後向內 它就可以鬆了 然後腳會卡在這個中間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個 卡在鐵片上面的彈力繩 稍微拉下來 退下這邊的繩結 只需要單結就可以了 退下來 這個扭扣很重要要留好 然後就是可以順著 它的轉的方向 就可以這樣卸下來 然後卸到最後一個跳跳槽 會有分四條繩子 它的四分之一處 另外一邊也會有一個 同樣綁單結的卡榫的地方 然後這一條就可以卸下來 如果要裝的話 就是直接套上扣子 然後打個結 最後收尾的時候就可以勾上了 那你一定是要先全部穿好以後 才可以打這個結 勾上去 最後綁完以後 要查看它八個固定的點 是否都有卡進去了 卡進去以後啊 我們要恢復彈跳床的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雙腳各踩的一邊 然後下壓 它就可以很輕鬆的把它展開來 然後裝回扶手就可以做使用了 OK OK